這次4月3號這個地震是25年以來 台灣發生最大規模的地震 各地都有傳出災情 特別是花東地區格外嚴重 所以在這裡要祈禱台灣人民 大家能夠平平安安 另外立法院這邊 兩棟最主要的行程大樓 群顯樓跟中心大樓電梯 也被全部停止 經過我們緊急搶修現在可以運作 但是還有青島一管這邊的電梯 還在停止使用中 那也有一些建築物 有一些剝落的情況受損的情況 我們在全盤掌握 也會趕快聯絡土木祭司 然後來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整修 再一次祈禱 所有台灣人民大家能夠平平安安 謝謝 好 觀眾今天早上發生了大地震 在立法院這邊也傳出了災情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立法院長韓國瑜辦公室的外面 我們就看到在他旁邊的梁柱上面 很明顯看到紅磚直接都已經露出來了 而且旁邊還有出現熏烈的一個狀況 所以剛剛在這個事發的時候 也就是將近八點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直接掉到了地板上這邊來 所以這邊現在看起來沒怎麼樣 是因為有清潔人員 已經來這邊做打掃了 在立法院的災情 還不只這樣而已 我們再往旁邊走 那我們先可以跟大家講說 稍待一會在立法院這邊 韓國瑜院長同樣要來接見羅森伯格 這個行程立法院已經告訴我們了 他們說他們不會來做取消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不斷的往前走的時候 包含了像是各個梁柱的部分 我們再往後面看一點點好了 這邊可以看得更明顯這邊 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到 幾乎我們現在這一整排這裡 都有出現這樣均烈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是這個 那可是立法院這邊是屬於一個 80多年的一個古蹟 所以這個均烈的情形 會不斷的一個出現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邊 這邊就是院長室這邊 其實剛剛這個AIT的相關人員 已經先來到這裡了 因為他們當然就是要為了 等一下接見來做準備 我們可以看到包含了 像是原本的惠客室這裡 他們其實是已經先把門給打開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地震發生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擔心說 會不會還持續的有其他災情 到時候變形門卡住 所以他們門都打開了 來這邊看更明顯 這邊各個處事 包含我們現在一路這樣看過去 他們這些處事都把門給打開了 就是怕擔心說還會有地震的狀況 那剛剛立法院的職員 也來告訴我們 他們就說這個地震發生當下 雖然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只是二樓而已 只是二樓而已 但是他們表示說 他們當時也是非常的緊張 甚至有些人就直接跑出來 是抱著這個柱子在這邊的 是因為覺得實在是搖得太大了 那目前在立院這邊的災情 除了在院長室這邊有災情之外 包含了在研究的大樓這裡 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有打掃的姐姐們 持續的在做清潔的部分 因為剛剛這邊都這個有白磚 這個白色的粉牆的東西 都一路的掉了下來 像是現在畫面當中 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也不只在院長室附近 包含在立院的研究大樓 他們現在有些狀況 就是原本電梯的部分 他們現在是暫時不讓大家來使用 因為他們要確定 電梯沒有問題之後 才能夠讓大家來搭 那個研究大樓有12樓這麼高 所以說這邊現在可以說是 大家都要先等一下 才能夠看到這個情形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 在康園的部分 在那個地方也有一些磁磚 剝落的一個狀況 那稍早的時候 我們來詢問了秘書長周萬來 他就表示說 現在立院這邊就是古蹟 那總務處這邊都有回報 各個處是 目前大部分的狀況 就是所謂的軍列而已 所以說這個情形 就是他們待會會來做處理的 那至於說立院這邊的狀況 他們表示說 因為剛剛在八點的時候 已經有響鈴了 這代表說 等一下的委員會會持續的來召開 包含的一些相關的部長 基本上他們都要來到現場 像是交通部長王國才 他就必須要來到這裡 可是我們剛剛收到的一個 最新的消息 王國才有可能會來取消 今天來到立院 因為今天在台灣各地 都有發生一些相關的災情 所以稍待一會的時候 會不會王國才有來到立院 如果有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他詢問 目前台灣這個狀況到底是如何 包含稍待一會還有經濟部長王美花 經濟部底下有相當多的一些 這個事業體 那他們有沒有受到一些狀況 這也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那不過在10點的時候 韓國瑜跟羅森伯格會來見面 這件事情是確定 並不會來做取消的 所以說他們會持續的 這個來做見面 今天一早的大地震 在立法院這邊也受到了 非常多的一個影響 就現在我們在的這一個門 是立法院的其中一個側門 我們通常叫它康園門 因為這邊有康園的餐廳 那很多官員也都會從這邊來進出 但是沒有想到 就在康園跟群弦樓連接之處 來我們鏡頭往上一看 來可以看到嗎 這個紅牆的地方 直接剝落了下來一大片 這應該是看一看 這應該可以說是看到 今天最大的一個狀況 他就直接這麼高的地方 來往下掉 掉到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通通把它拉起封鎖線了 你看到沒有 這一片就直接掉到這個地方 當然還好 那個時候大概七點多 八點多的時候 沒有人經過這邊 但是我們可以從現場這邊 直接看到這麼多的磚瓦跟碎片 如果有這個時候 有任何一個人從這邊經過的話 那肯定是會比較不好的 所以說這邊也趕快可以看到 就直接拉起了像這樣的一個封鎖線 希望大家的時候盡量能夠避開 當然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也會告訴我們說 各位記者朋友們 是不是可以趕快的先離開這裡 就是說怕這邊再有這個東西 從比較高的地方落下來